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 北部一名胡幸运将今年7月 带着儿子的女同学小芬化名到海边散心 两人聊到小芬前男友已有性病 湖南碰巧有防治性病的药让他服用 但吃完后陷入昏睡 醒来时已在家中 小芬感觉昏睡时被人息凶猥亵 对湖南提告 但简体报告显示并无毒物反应 也没验出湖南DNA 检察官认定罪证不足 予以湖南不起诉处分 检警调查 湖进计程车司机 每天都会送儿子上学 顺路就带着儿子同学小芬一起到学校 暑假期间湖南还曾带着儿子和小芬一起到海边烤肉 感情不错 7月某日凌晨小芬应跟男朋友分手 心情不好 传讯息给湖南诉苦 湖南便约她到海边散心 未成年的小芬向湖南表示 担心前男友有性病 自己会被传染 不知道该怎么办 湖南则拿出宣称可以防治性病的药 让小芬服用 结果让她陷入昏睡 醒来时已经在家中 小芬的母亲询问她凌晨外出 是跟谁出去 这一问之下得知是跟湖南出门 小芬还怀疑遭到对方习凶便到警局提告 湖南到岸后向警方承认确实有拿防治性病的药 给小芬吃 但没有恶意 她昏睡时就她送回家 并没有猥亵对方 检警调阅医院采集小芬的检体报告均显示没有毒物及安眠药反应 也没有湖南的DNA无法证明小芬被湖南下药猥亵 罪证不足